好 各位学员大家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第二章的第三节 SWOT分析 好了 那么这个SWOT分析呢 在我们这个考试当中 现在还是很重要的 然后呢 主要以什么 以客观体为主 但是这考试频率比较高 基本上每年都会考到 好吧 那么来看一下 这一节呢 内容也不多 什么叫SWOT分析 其实我跟你讲 我们在第一章 是不是 讲那个相关知识研究的时候 就老在提到这个问题 比如我们战略选择 他的选择指标 是吧 就有一个什么 用SWOT来进行分析的 哪些优势劣势机会威胁 是吧 机会威胁 好 那么 不讲的一个适应性指标 适应性标准吗 我们在第一章讲的一个什么 战略选择时 有一个适应 适应性 是吧 适应性标准 就提到了这个SWOT分析 好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首先要掌握它的基本原理 它的基本原理 然后呢 就是SWOT分析的一个应用 当然 我们要这个准确应用 那必须要清楚的搞懂原理 从考试来看 直接体现的是什么 是应用 我们考试一般都是从什么 从应用开始 从应用开始来展开 好 那么这是我们第三节的 内容不多 内容不多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 第一 关于基本原理 好 我们看看 首先 什么叫SWOT分析呢 那么 它是一种综合考虑企业 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 好 你看到没有 这是内外结合的一种分析 它既可以用于内部环境分析 也可以用于外部环境分析 我们本章 第一节 讲的是外部环境分析 是吧 第二节 讲的是内部环境分析 而第三节呢 就是内外结合的分析 好 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 各种因素 进行系统评价 从而选择最佳经营战略的方法 对不对 选择最佳经营战略 到底哪些战略呢 我们后面讲到了 有四大类型的战略 好 那么从具体内容来看 那么 这里面 SWOT 这四个字母 它表示的就是四个方面 它是四个方面 英文单词的缩写 比如说 S指的是内部的优势 看到没有 内部的优势 这是它的英文单词 首字母S W呢 四肢企业 内部的劣势 好 这都是内部的 因此你要知道 我们讲内部分析 有两个方面 SW 那就是内部 好了 S呢 是内部好的一面 这个W呢 劣势呢 是吧 是内部不好的一面 X的一面 所以外部好的就叫 这个内部好的就叫优势 内部差的是吧 内部不差的就叫劣势 优势劣势 然后呢 O 你看这个是英文单词首字母 是吧 然后O是什么 企业外部环境的机会 是吧 好了 外部环境的机会 然后呢 T是吧 英文单词首字母 O 外部 T是外部环境的 这个威胁 那就是T 好 你会发现了 我们说 这个外部环境呢 两个方面 一个O 是吧 一个T 而O讲的是机会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外部环境当中 好的一面 而这个T呢 是威胁 好了 那么这个威胁呢 就是外部环境中 不好的一面 不好的一面 好 把它组合在一起 就是SWOT 就是分析内部和外部 哪些是好的 哪些是不好的 对企业的来说 哪些有利形成竞争优势 哪些不能形成竞争优势 或者形成劣势 好了 这就是它的一个基本的内容 然后呢 这内容呢 这些内容 我们在以后的运用当中 或者说在考试当中 它一般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是吧 好了 我们看啊 比如当我们评价这个 一个企业所面临 有哪些优势 或哪些劣势的时候 一般它会表述什么 比如企业的资金 企业的技术设备 如果说资金这个充足 那就是优势 资金短缺 那就是劣势 对不对 技术设备先进 那就是优势 技术设备落后 那就是劣势 员工数值高 是优势 如果员工水平低 那就是劣势 产品具有竞争力 那就是优势 还有市场 大家注意咯 有人到了后面都不知道 里面哪些说的是 内部哪些外部 你比如说 说到这个市场的时候 我们有的人就容易把它搞混淆 觉得感觉市场好像是企业外部 是吧 错 讲到一个产品的市场怎么样 它是指的内部 看到没有 这些都指的是内部条件 好了 如果说这个市场增长 那是优势 如果这个市场下滑 那就是劣势 还有管理技能 是吧 如果管理技能很高超 那是优势 管理技能这个什么呢 是吧 不适合公司发展 那就是劣势 所以说以后 你当你看到什么资金 技术设备 员工数字 产品 市场 管理技能 那就是在描述 内部的条件 好了 那然后呢 那么外部呢 是吧 外部就包括什么机会 威胁两个方面嘛 对不对 这什么说的 U4S 烈士W 机会O 威胁T SWT 好了 我们一般说机会 往往从哪些方面呢 比如说政府的立场 如果政府支持 那就是机会嘛 对不对 然后呢 高新技术的应用 如果说技术发展快 那当然就是机会嘛 我们这个良好的购买者 和供应者的关系 那当然就是机会 对不对 然后呢 购买者和供应者的关系 你想购买者 当然是起外部的 我们的供应者 也是起外部的 然后呢 威胁呢 比如说 如果讲到竞争对手 很多 这个出现了 那市场增长缓慢 是吧 增长缓慢 这是威胁 然后呢 我们这个购买者 供应者 讨价环境的力强 是不是 还有呢 技术老化 这是威胁 而这些讲的是 外部环境 好 以后当我们 提到哪一方面时 你的反应过来 他讲的是内外是外部 并判断 它是好的还是坏的 所以说 我们在进行这个 SWOT分析当中 在判断优势 劣势 是机会 还是威胁的时候 我们呢 判断了一个 基本的 技能是什么呢 请看我们的 要点提示说 判断标准是 先看内外 再看好坏 是吧 先看这个表述 说的是内部的 还是外部的 这个是我们说的 先看内外 再看好坏 再看再来看 这个是好的 还是不好的 这叫再看好坏 是不是 再看好坏 好 这是我们讲的 它的基本原理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 第二 SWOT分析的应用 我们怎么来应用 这个内外部的分析工具 用于我们的 粘连分析呢 好 SWOT分析的目的呢 促使企业思考 以下问题 哪些问题 好 这个呢 大家作为了解 作为了解 我们说这个 SWOT分析的目的 思考的问题 我们以前 没考过 好 那么哪些问题 一 必须对企业资源 采取哪些调整行动 好 那要根据看呢 我们这是优势 还是劣势呢 是机会 还是威胁呢 然后就要看 我资源怎么调整呢 如果是有优势 而且有机会的 那就要我们 这个更多的 分配相关资源呢 是不是 那么然后呢 是否存在 需要弥补的资金 资源缺口 是吧 艾利比说 我们要重点发展 那些有优势 有机会的 这些相关业务 外部机会很好 内部且优势 那么有没有资源缺口 我们首先是 需要什么资源 第二你缺不缺 是吧 好了 然后呢 那么缺哪些 从哪些方面 加强资源 如果你有缺口 那叫什么 那就要去加强 是吧 那么首先是 需要什么资源 资源缺不缺 既然是 如果缺了 怎么去加强 那怎么去加强 然后呢 第四 要建立起 未来的资源 必须 建立未来资源 必须采取哪些行动 好了 我们说了 我们这个资源应该什么 要追求资源的 一个长期满足需要 那就要考虑 未来的资源需求 我们去怎么采取行动呢 比如说 我们发现 那个原材料不够 怎么办 那我可能就要基建 建工厂 自己建立原材料 是吧 这个是从未来来看 以保证我们的资源 是吧 不至于短缺 你比如说 现在我们国家 就面临什么 西方 比如说美国为首的 对我们进行 芯片的这个卡脖子 好了 它这个芯片卡脖子 那我们就要采取什么行动 我们就要想办法 自己加强研发 这样才能保证 未来的芯片供应 有这个稳定性 是不是 所以说 未来的资源 采取什么 哪些行动呢 我们刚才说的 我们要加强研发 第五呢 在分配公司资源时 哪些机会应当优先考虑 是吧 这就是这么讲的 资源的一个什么 优化嘛 对不对 应该最先考虑 资源最先考虑 就是一个资源 如何优化的问题 资源的这个优化配置 好 这个呢 我们说了 了解一下 大概梳理一下 它的这个逻辑 要哪些资源 要哪些资源 然后呢 资源缺不缺 然后呢 我们怎么去加强 怎么去保证 未来资源的稳定性 怎么去考虑资源的优先分配问题 了解一下 OK 好了 第二个呢 SWOT分析的核心 是吧 我们分析的核心是什么 它的最核心部分 就是评价我们企业的优势和劣势 企业的指的是内部的 所面临的 那是外部的 机会和威胁 而面临的就是外部的 我们这个企业的 那就是内部的 对不对 内部的 优势跟劣势 所面临的机会威胁 并做出决策 即在现有的内外部环境下 如何最优的运用自己的资源 并且考虑建立公司 未来资源 对不对 刚才说了 最优运用 这就是优化 那么我们这个什么呢 考虑建立未来的资源 刚才里面提到了 是 未来资源 我们要加强芯片研发 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以保证未来资源的稳定性 是吧 好了 这是SWOT分析的一个核心 当然这个呢 我们都知道 这个呢 我们说逻辑上很重要 但是呢 也并非考试的一个重点 考试会不会考什么 SWOT分析的核心是什么呢 不会 但我们要知道 你如果连优势力士都不知道 机会威胁也无法判断 那你SWOT分析 你就没法运用 所以这是一个核心 不要能够判断 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 是好的还是不好 对不对 好了 那么然后呢 第三 SWOT分析形成了一个四种战略类型 好 这个你看到没有 前面我们没有对那些 这个知识点呢 你比如说核心 包括那个思考的问题 是吧 我们都没有给大家标语心 基本原理呢 标了一个一心 是吧 因为这个原理确实很重要 确实还是很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 它为我们后面的运用 打好基础 原理不清楚 运用不可能准确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第三 SWOT分析的四种战略类型 这又是我们讲的 重重之重的问题 在我们这一节 绝对属于最重要的 我们说了 每一年一般都会考到 一般都会考到 好我们看一下 我们四种战略类型 哪些类型 就是增长型战略 也叫做SO战略 SO战略 大家注意咯 SW特分析 SW内部 OT外部 因此我们就说什么 外部 内部两种情形 外部两种情形 这分别各自两种情形 把它任意组合 就会组合成四种制型 二乘二嘛 那就有四种战略类型 第一种是什么 增长型战略 好了我们说 这个增长型战略叫什么 就叫SO战略 SO战略 就是什么 就是 S是什么 有优势 是吧 内部有优势 然后呢 外部有机会 是吧 外部有机会 内部有优势 那就是S 外部有机会 那就是O 主要在一起 SO 你想想 内部有优势 外部有机会 你说 这不挺好的事情吗 那么 这就是要想办法什么 想办法去增长 好了 为什么这种就要增长呢 我这里给大家深入浅出 把这个话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意思 这是不是有优势 有机会 SO嘛 你说 既有优势 又有机会 我们是不是在想 是不是在想办法增长 是不是要利用自己的优势 获得更多的机会 是不是 对了吗 这个是想的增长型战略 那你得想办法去增长啊 因此叫做增长型战略 这叫什么 我也可以 我在 有的时候讲 可以把这个叫什么 叫做内优 是吧 外优 就是内外兼优 一切都很好 那就要想办法去增长 这就要用增长型战略 然后呢 第二 流转型战略 这个流转型战略 流转型战略是什么呢 那就是我们讲的 WO的一个战略 那么WO是什么 意味着 我们有良好的 是吧 外部的机会 是吧 外部有机会 但是呢 内部有什么 内部是劣势 内部是劣势 内部劣势就是W 外部就是什么呢 是吧 就是O 我们按照内外的顺序答配 叫做WO战略 对不对 流转 你想想 外部有机会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外部环境良好 而我们内部有劣势呢 说明企业自己不行 比如说 如果针对具体的某一个产业 那你说产业发展良好 但我自己的能力不行 那怎么办 流转 流转什么 行业很好 不需流转 需要流转的是自己 所以我们这里讲的这个 流转型战略是什么 我们说了 流转型战略是 流转自己的战略 怎么流转自己嘛 把我们的劣势 如果能变成优势 那不就对了吗 是不是 所以说 我们给大家 深入浅注 讲一讲 你想想 如果有机会 没优势 没优势 那就是劣势嘛 对不对 有机会没优势 那得什么 那当然想办法 流转劣势 流转什么呢 流转是流转劣势 意思叫做流转型战略 就是这样来的嘛 我们流转了劣势 如果把劣势变成优势 那就可以争取更多的机会嘛 对不对 争取更多的机会嘛 好了 那么 这个属于什么呢 是吧 这就属于我们讲的 内部 是吧 这个 有这个劣势 而 外部 有优势 是吧 外部有优势 好 那么这是第二 叫流转型战略 第三呢 防疫型战略 防疫型战略什么意思 WT的组合 好了 我们说SWOT W是不好的 内部不好的 T是外部不好的 因此我们说了 内部存在劣势 自己不行 是吧 内部存在劣势 内部不行 是吧 然后呢 外部呢 也不行 是吧 面临威胁 是吧 那么我们说 这就属于什么 这就属于内外都不行 你说内部外部情况都不好 你是怎么办吗 你只有想办法防御嘛 是不是 想办法防御嘛 这叫W 你看内部的劣势 是吧 那就是W 外部的威胁 那就是T 因此叫做WT战略 是吧 WT战略 好了 然后呢 大家看一下 是吧 我们说深入前出 意味着什么 如果我们在某一个产业 我们既没有机会 也没有优势 没有机会就是 这个威胁嘛 没有优势就是劣势嘛 对不对 这不就是什么说的 这个什么W吗 这不就是T吗 你把威胁理解为没有机会嘛 你把这个劣势嘛 理解为没有优势嘛 是不是这意思嘛 好了 你说既没机会 也没优势 那你当然就只能防御咯 因此就防御型战略 对不对 防御型战略 然后呢 第四是什么 多种经营战略 好了 这个多种经营战略是什么呢 是吧 那是这样的 而我们内部有优势 那就是S 内部有优势 那是S 但是呢 外部呢 有威胁 那就是T 那就是T 因此叫做ST战略 ST战略 好 大家可以想想 我们给大家 再把这个话 简单的重新表示一下 那什么意思 就意味着有优势 而我自己还是不错的 企业自身不错 但是很可惜 外部没机会 是吧 行业不行 比如说 所在行业不行 但是我自身很有优势 包括我有人力资源 优势 我有资金优势 等等 是吧 我有优势 那怎么办 那当然得想办法 多种经营呢 做点别的事情 是吧 你说做点别的事情 不就是什么说的 多种经营吗 对不对 做点别的来发挥自己的优势 你说你有钱有人 是吧 你找换个 如果我们现在的这个事情不好做 就什么说的 危险吗 那没有机会吗 那你就不能换个事做吗 对不对 那换个事做 另外找个事来做 那不就是说多种经营吗 是不是 好了 所以说 我们这个深入浅出呢 可能大家理解起来 会相对的更清晰一点 更容易一点 好 那我们后面在进行 哪种战略的判断的时候 那我们叫什么 我们叫把这些原理运用起来 好 这是我们讲的这几个类型的战略 好 我们发现了 把这个如果用矩阵的方式 像通用矩阵方式这样来表述的话 像这个什么呢 波士顿矩阵这样来表述的话 你发现没有 我们也分两个维度 是吧 横轴表示外部 重轴表示内部 好了 横轴两种情况 机会威胁 重轴两种情况 优势劣势 对不对 好了 那么内部吗 优势劣势是什么 优势是指的什么 S 劣势是什么 W 机会是O 然后威胁是T 好 于是对发现没有 他们一组合变成什么 如果有优势有机会 那不就是他们的组合 不就是XO吗 是吧 既有机会 又有优势 那就拼命干 想办法增长 是不是 好了 然后呢 那么多种经营是什么 那是自己有优势 自己还不错 自己还不错 有优势 但是产业不行了 外部环境不好 是吧 那我们所在产业外部环境不好 我换一个产业做 那就是多种经营 你看 这不就是ST吗 S和T的组合 对不对 好了 然后呢 接下来 列式呢 列式指的是什么 列式指的是你看 这点列式 然后呢 扭转型战略呢 扭转型战略是什么呢 是吧 是外部有机会 但是内部自身不行 列式 你看 这不是W 对不对 和这个机会 有机会吗 外部有机会 内部呢 没 这个没有优势 那就是列式 那就是WO 战略 WO 对不对 扭转型 扭转什么 扭转自己 把自己的列式 变成优势 扭转 然后是什么 防御型战略 是吧 那么这个防御型战略是什么呢 那叫WT 你看 我们把这个进一步延伸 那就是列式 是吧 W 威胁 是吧 T 哪威胁T 好 于是就是WT战略 防御 你想想 外部没机会 自己也不行 那就只有防御了 是不是 甚至还可以 这个什么呢 都可以不干了 是吧 好了 那么这是讲的 这四种战略的一个 是在四种战略 在内外 是吧 两种 这个特征的 一个搭配 形成了四种战略 那形成了四种战略 好 这里需要提醒大家 注意一点 注意什么 我们说 SW的OT分析 它成为战略分析 和战略选择 两个阶段的一个连接点 那么 它在一个方面 是战略分析 另外一方面 战略选择了 为什么 选择什么 你看前面讲到了 是吧 增长战略 流转战略 多种进行战略 防御战略 这不就是战略选择吗 是吧 它既有分析 又有战略 又有战略选择 这个指的是有什么 指的是选择 有前面有四种 是吧 战略的 类型 那 我们要选择哪一种 对不对 分析完了 自然就很清楚 然后呢 第二 几个不同的向线 刚才我们画了那个图 我们说了 那个图是不是像 波士顿级阵一样 有点像 好了 然后呢 只不过 纵横两个维度的 这个 不一样 然后呢 我们说了 几种不同的现象 会出现相同的战略方向 你不要以为 是吧 在不同的期间 它的战略方向就完全不一样 我跟你说 它们有可能是有共性的 你比如说 SO 是吧 增长战略 好了 ST 是吧 多种经营战略 多种经营战略 那你会发现呢 它们都可能 规模化的发电 风电产业 好 这什么意思 我这是结合 教材那个图 来给大家讲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 那个图 那个图 它在这个什么 SO战略当中 在ST战略当中 都有一个表述 就是规模化发展 风电 也就是说什么意思 虽然说 它们是不同的战略类型 是吧 但它们有相同的战略选择 事实上 或者相同的战略实施行为 这个是有可能的 它们不是完全不同的 好了 这一点你们一定要 集合到教材这个图 才会清楚 好 你会在教材里面 找到这个 相应的这个文字表述 规模化的 是吧 发展风电 在SO战略当中有提到 在ST战略当中 也有提到 也有提到 好 这次我们讲 SW的分析的 相关知识点 我们说了 这个知识点是不是很少 但是少 经 常考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知识点 我们说了 在以前考试当中 往往是考什么 往往是考 这个客观题为主 当然很多很多年前 也考过这个 主观题的 很多年前 但是最近九年至少 没考过 好 我们看一下 经典练习 单选题 甲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 一直占据行业第一的位置 然后呢 2018年以来 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 是吧 该行业发展 受到危险 那么甲公司 适用的战略是什么 好 大家发现 你说 多年发展 一直占据我们的行业第一 这说明什么 说明企业有没有优势 是吧 这是不是讲的一个企业内部的问题 好了 我们这个什么呢 占据行业第一 那是我们企业内部的问题 说明我们有什么 说明我们有优势呀 对不对 有优势啊 好了 然后呢 当时2018年以来的 原材料价格上涨 行业发展受到威胁 是吧 那么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我们这个外部 这是内部有优势 而外部呢 受到行业发展受到威胁 是吧 那外部有威胁 那就是T 是吧 SWOT 外部不是机会O 是什么呢 威胁 是吧 好 那么这样一来你说 根据SW理论 我们适合采用的战略是什么 那当然就是ST战略了 是吧 ST战略是什么 前面说的很清楚 那就是多种经营 你想想吧 外部环境不好 射身很有优势 那我们就不做现在的一个外部环境不好的事情了 是吧 我们就做点其他的事情 那 然后就开始发展多种经营 于是 我们的战略是 B 多种经营战略 是不是 还是挺好判断吗 有没有优势 你这个 你烈势 或者 有没有机会 或者是 是否有威胁 对不对 好 我们说 一直占据行业第一 属于优势 价格上 上市的威胁 属于 劣势 ST 因此ST 多种经营 好了 我们再看一下 这也是一个单选题 说 非流公司是一家农用无人机研发和制造企业 农用无人机研发和制造企业 然后呢 下列个项中 符合 非流公司 SWT分析 要求的是 好了 很显得 这就是选择 用SWT分析 正确的 符合非流公司要求 那当然是选择正确的 好 我们看一下 表述正确的是什么 A 农用无人机市场 需求旺盛 对不对 需求旺盛 好了 那说明什么 说明外部环境不错 那是有机会 是不是 非流公司有较强的 这个研发和制造能力 说明什么 说明自己有没有优势 较强的研发制造能力好不好 好 内部 那么是有优势的 所以说 我们这个外部有机会 内部有优势 我们应该什么 加快发展战略 因此应该采用什么 应该采用的是 SO战略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采用增长战略 想办法去增长 是吧 ST是什么 ST是多种经营 所以这个错误 这个是错误的 应该是SO增长 然后再来看一下 农用无人机市场需求旺盛 跟刚才一样 外部不错有 是吧 然后呢 外部有机会 然后呢 非流公司 缺乏精通业务的营销人员 这好事还是坏事 你缺乏相关人员 那是内部有劣势 那是什么 W 对不对 好了 因此 应该与有实力的公司合作 此为SO战略 是不是 好了 我们说了 这应该是什么 这应该是 WO战略 WO战略是什么 就是流转 是吧 在内 你看 外部环境不错 我们自身 有问题 那叫流转自身的劣势 争取变优势 是吧 所以说不是什么 SO 是吧 不是SO SO是增长 前面说了 好 这是WO 因此这个说法 也是不对的 错误的 再看 C 农用无人机市场 竞争 日趋激烈 好了 那就意味着什么 竞争激烈 当然不是好事情 这是什么 这是外部有威胁 是吧 那是T 外部有威胁 然后呢 其实要说的话 马上你看得出来了 好了 既然是T 那可以判断 这个就不对了 是吧 但是还是完整分析一下 说这非流公司 有较强的研发和制造能力 这是什么 这是优势呀 对不对 有优势呀 竞争激烈 那么因此我们应该怎么 我们应该成为 不是什么WO战略了 这是什么 这应该是ST战略 你想想 内部有优势 S 外部是威胁ST 那怎么办 那就要想办法多种经营 是吧 多种经营 这就对的 所以WO是错误的 W是前面说的 流转战略 对不对 好 再来看一下 那前面都不对 B肯定就应该对了 来看 说农用无人机市场 竞争 日趋激烈 好了 这是什么 这是不好的 威胁 外部不好的 非流公司缺乏精通业务的营销人员 是吧 前面说了 这是什么 这是劣势 对不对 这是劣势 好了 那就意味着 内部不行 没优势 劣势 外部不行 是有威胁 因此怎么样 那么应该要加大人才 培养等等 没错 那么这是WT战略 没错 这个WT战略什么战略呢 这个WT战略就是我们说的 防御型战略是吧 防御型战略 所以说我们这里面符合SWT分析要求的事 也就是正确的事 是什么 D 是吧 正确的是D 好 后面的分析 我们就不再重复 就不再重复 我们再来看一下 单选题 是吧 说近年来 新能源汽车产业及市场迅猛增长 及市场迅猛增长 好了 那应该说市场产业和市场增长 那是外部环境 好不好 好 那是什么 那是属于有机会 然后呢 国内汽车制造商华星公司 18年进入了这个新能源制造领域 但是说技术和管理水平制约 产品性能欠佳 市场占有率低 说明什么 这个市场占有率低 产品性能差 是我们内部的部署 那是什么 W 是吧 就是内部不好的一面 就是我们说的 劣势 劣势 好了 那么这样一来 我们采用战略是什么 按照先内 后外的一组合 那就是WO 战略 是吧 W是什么呀 对不对 外部很好 有机会 内部部型 是劣势 那就要想办法什么 流转自己 所以说改变自己的劣势 因此是什么 流转型战略 是吧 流转型战略 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的劣势 准确讲 那就是流转型战略 所以说我们这里正确选项 是吧 我们的正确选项 那就是D 是吧 流转型 好了 下面呢 是相关的分析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 这也是一个单选题 平阳公司 是国内一家中型煤炭企业 那么近年来在国家出台 压缩过剩产能政策 行业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 经营情况每况愈下 那么市场份额大幅度缩减 好 大家看一下 根据我们SWOT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 首先我们看一下 那么这个近年来政府出台 压缩过剩产能政策 行业竞争异常激励 这是什么 这属于我们讲的外部环境分析当中 这好还是不好 当然不好 因此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属于威胁 T 是吧 好了 然后呢 这次情况下呢 我们这个企业经营情况 是吧 经营每况愈下 市场份额大幅下降 这是讲的什么 这是讲的企业内部的问题 是吧 那么这好不好啊 当然不好 是吧 这属于什么 这属于我们讲的W 是吧 好了 这次讲的存在 内部存在劣势 你看 外部 是吧 有威胁 那么内部 有劣势 那么这又是什么 按照我们说的 战略 那就是WT战略 WT战略是什么 不是增长 是不是增长是SO 好了 然后呢 我们属于什么 属于内外都不好 那就是要防御 对不对 那就是要防御 所以说我们这里 正确选项 D是防御型的战略 好 那么我们说了 这里面WT 是吧 因此防御 好 再看 这也是一个单选题 那么 杨帆集团 是一家中药制造企业 15年来 杨帆集团 这个主打的 抠产品 治疗热毒 总痛 功效显著 很受市场欢迎 被认为是 国宝民药 好 近年来 中药市场需求 依然旺盛 然而 杨帆集团的 抠产品的 销量增长放缓 公司的业绩 和市值增长指标 不如其他 著名的中药企业 那么 根据SW的OT分析 杨帆集团 目前应该采取的 战略是什么 好 注意了 我们这里面有一点 容易误导大家 有人说看到什么 产品资料 什么什么 显著受欢迎 被认为国宝 我跟你讲 这是什么 这讲的是一个 产品的情况 对不对 好了 我们说真正衡量 我们这个 内外部环境的是什么 中药市场需求旺盛 好了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我们的 外部环境 好不好 好 这是有什么 这是我们的 带来机会的 然后呢 但是你发现没有 产品虽好 但是什么 业绩不好 增长指标不如其他企业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内部情况好不好 产品倒是好的 但是结果不好 是吧 所以说这是什么 这是讲的内部不好的一面 那就是说 那属于什么呢 属于W 对不对 内部的这个什么呢 劣势 因此是W 好了 根据SW的分析 杨幔集团目前应该采取的战略是什么 那就是W战略 WO战略 是不是 那么外部不错呀 但是自身有问题呀 是吧 内部存在 我们说的劣势呀 那怎么办 那就要想办法扭转呢 扭转逆势 变为优势 争取更多机会 是不是 好了 因此不是什么增长型 增长是什么 增长是SO 对不对 也不是防御 防御是什么 WT 那防御 那么多种基因是什么 多种基因是ST 是吧 是ST 就是我们外部有威胁 内部有机会嘛 而我们这是什么 这是WO战略 所以说 我们应该采取的是 扭转性 战略 C 好 再来看一下 这也是一个 单选题 受国家政策扶持 3D打印产业 及市场呈现 爆发式增长 这个自创三维有限公司 是一家 国内一家 3D打印设备制造商 那么该公司通过 仿造国外同类产品 制造用来打印珠宝 此科产品 等中小型产品的 3D打印设备 但是 这家呢 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 这双三维这个公司的 一个经营范围嘛 然后呢 但是 受技术水平的制约 产品质量欠佳 故障力明显高于 国外同类产品 好 发现没有 我们讲 受国家政策扶持 3D打印 爆发式增长 那说明什么 说明这是我们的 外部环境不错 有机会 对不对 有机会 好了 然后呢 但是公司自身 技术水平 不行 产品质量欠佳 故障率很高 是吧 那么 从内部来看 这好不好 这不好 那不好属于什么 那就是有 这个 劣势 是吧 好了 有 对部存在劣势 好了 外部有机会 自身有劣势 怎么办 那就属于 采取什么战略 又是我们说的 WO战略 W战略是什么 流转型战略 那流转型战略 流转自己的劣势 劣征变成优势 或许更多机会 好 因此我们针究选项 B 是吧 针究选项B 好 这是我们相关的 这个解析 好 再看 这也是一个 多选题 请看 说甲公司是 C国一家 以乳制品业务 为主体的 多样化基金企业 是吧 这讲的是一个 经营范围 业务范围 涉及到乳制品 煤化工 房地产 新能源 有四大业务 然后呢 甲公司对其业务发展 情况进行分析 以下各项符合 SWOT分析的有 所谓符合 SWOT分析的有 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 以下说法 正确的是什么 对不对 好了 注意哦 这是个多选题 好我们看一下 先说乳制品 他一个行业 一个行业的说 说乳制品 行业增长缓慢 是吧 行业增长缓慢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外部 有没有机会啊 外部没啥机会 那是谁 外部 有 威胁 好 然后呢 但是我们是 增长占有力高 再有力高 说明什么 说明内部还不错 是吧 内部还不错 好 那么 那就是属于我们这个增长力高 那就是我们有优势 有优势 内部有优势 但是外部环境呢 那不行 那怎么样 那就应该采用的是 ST战略 所以说这个SO就错了 我们是ST ST战略什么战略呢 我们外部不行 但是我这个支撑还不错 那应该什么 应该是多种经营嘛 对不对 所以A是错误的 那A是错误的 好 接下来看一下第二个产业 关于房地产 说房地产行业不景气 好 那说明什么 那么 行业不景气也是什么 也是属于外部环境不好 是不是 那么 存在 这个 威胁 然后呢 市场占有率呢 是吧 市场占有率 低 那么市场占有率 什么意思 那就是我们内部有什么呢 是吧 那就是内部有劣势 好了 外部也不行 内部有劣势 那应该采取什么 组合一下 WT战略 WT什么战略 那就是防御型的 对不对 那么内外都不好 那就只能防御了 所以说B是正确的 B是正确的 然后呢 C 新能源行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前景不错 好了 说明什么 前景好 说明我们外部有机会 是不是 好 然后公司在该行业呢 不具有竞争优势 好了 那说明什么 说明内部不行呢 是吧 存在什么 劣势 对不对 行业 是吧 公司在行业不具有竞争优势 那就是劣势了 那就是W 对不对 好了 我们应该采用什么战略呢 WO战略 是不是 正确 你看 内部 是吧 W 然后呢 O战略 是吧 外部有机会 内部不行的 怎么样 流转呢 所以这个W战略是什么 是流转型战略 流转型的 这个说法 正确 C 是要选的 然后呢 再来看煤化工 好了 这个煤化工呢 今年来发展势头明显回落 怎么样 这是外部的啊 发展势头是指的行业 这个企业外部的 那么这个中央行不好的 不好 这是外部不好的 外部不好叫什么 那就是威胁 对不对 外部不好的叫威胁 然后呢 然后公司在该行业中 具备一定的优势 在该行业具备一定的优势 这都告诉你什么 优势嘛 那就属于什么 那就是内部有优势 S 对不对 好了 因此 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战略 那就是ST战略 对不对 ST战略 这个正确 那么ST战略是什么 就是要多种经营 是吧 好了 因此 D是正确的 所以说 我们这里面 正确表述 符合我们SWT分析的 有什么 BCD 是吧 BCD 好了 这是相关的解析 最后再看一下 这也是一个多选题 多选 说甲公司是国内一家印刷机制造企业 那么主要产品是交印机 交印机 好了 然后呢 为了开展印后设备 就是这个印了过后的一些 这个使用的设备嘛 什么这个折页装定 磨切 包装等设备 那么该公司进行的SWT分析 那么下列表示中 符合要求的是 好了 这又是一个什么 这又是一个正确的事 就要选正确的 好 我们说 看一下 A 甲公司产品在国内 具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 和完善的销售渠道 是吧 好 这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内部 是吧 然后呢 但在短期的呢 印后设备研发能力不足 好了 这也是内部 事实上 也是内部 好 那你会发现 我们说 我们这个较高的品牌知名度 和完善的销售渠道 应该是什么 这应该是内部比较好的一面 US 好了 但是印后设备研发能力不足的 这个是不足的一面 W 是吧 好了 甲公司寻求一家 印后 是吧 研发能力 强大企业进行合作 那么这是WT 你会发现没有 我们这个A选项 它是什么 它只说了这个什么 内部的 而且是优势也有吗 劣势也有 对不对 而外部呢 是吧 外部我们这里面没说 知道吗 这里面没有讲到外部的 到底有机会 还是有威胁的问题 是吧 所以说我们这里面 它是无法判断 哪有什么T 我们S也有 W也有 哪有什么T O和T都没提到 是吧 没说OT 所以说这里面是什么 这个战略说的是什么 都不对 这是什么 这个是无法判断 知道吗 所以说无法判断 它是什么战略 因为只说了一个内部 没说外部 而且内部啊 还有优势 还有劣势 那就意味着 这四种战略 严格上讲都有可能 对不对 都有可能 好了 这个选项 A 不对 那说它是WT 这个是错误的 好 再来看一下 B 甲公司产品在国内 具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和完善的消息渠道 这证明什么 这刚才说了 这属于内部很好的一面 那是有优势的 对不对 这个是有优势的 那么国家政策鼓励优势企业进行产品和技术的开发 进入市场需求旺盛的硬获设备 好了 那你发现这是什么 这个讲的就是外部的情况 外部好不好 好啊 外部是什么呢 外部好的有机会 因此甲公司决定借政策东风 迅速进入这个硬货设备领域 那么此战略为什么 SO战略 对呀 SO没错 增长 那就要想办法去什么 在硬货设备领域去什么呢 进行使开展增长的战略 好了 那么这是B 是正确的 C 由于甲公司短期硬货设备 研发能力不足 是吧 好了 你会发现了 研发能力不足 那当然是属于什么 在内部 存在什么 存在劣势 W 然后呢 国外硬货设备指导商呢 竞争对手实力强大 而竞争对手当然是外部的 好 这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外部情况也不乐观 是吧 外部是什么 外部是没有机会 有威胁 T 好了 因此 甲公司决定移交 这个国外硬货设备指导商 进行占领合作 这个占领叫ST占领 好了 这个不对的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WT 是吧 WT战略 好了 那是内外都不好 是不是 那这个WT战略是什么呢 是我们说的 应该是防御 而这个ST战略是什么呢 是吧 ST战略是多种机营 是吧 所以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因此 这是不对的 这应该是WT D 由于甲公司短期的 硬合设备 研发能力不足 前面已经说了 这属于什么 这属于内部不好的一面 劣势 好 面对国内对手 是吧 这个国内 对应后设备 日益强劲的市场需求 日益强劲市场需求 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的外部环境 是有机会的 不错的 外部环境很好 有机会 是吧 好了 那么公司寻求一家 有应后研发能力的企业 进行合作 此占领为WO占领 对呀 这个内部W 是吧 外部O WO 那什么占领呢 扭转 对不对 对 我们要扭转自己的这个劣势 那研发能力不足嘛 扭转劣势变优势 争取更多机会 那么将一来 选项D是正确的 所以说我们这里 正确选项是什么 B和D 好了 后面呢 这个解析 刚才已经很清楚了 好 到此为止 我们整个第二章 内部环境分析 那么 那些主要的支持点 我们学习完成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对前面的这些支持点呢 大家学到这里 接下来就要进行复习 那么在复习当中 我们在初学的时候呢 那肯定是 按照我们的教材 系统的 全面的 完整的学习 但是在复习 复习阶段呢 那就应该有重点 但是哪些是重点呢 当然 前面我们通过讲解当中 是标了新的 一新两新三新 那肯定三新的是最重点的 其实是两新的 然后是一新的 然后就是那些 虽然没有标新 但是它在以后 也可能变成考试的 我们也有提到 但是呢 结合我们以前 考试的一个 不完整的统计 我们这个统计是不太完整的 为什么 有可能细心的同学 他说杨老师 我怎么去分 去看了一下 你去年讲这个 这个考点的时候 讲的这些点了 什么单选考了多少 多选 单选考了多少次 多选考了多少次 减了多少次 那么今年跟去年 这个变化有变化呢 是的有变化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一直在不停地在进行 我们这个以前考试题的这样一种收集 是吧 收集的试题 然后我们把它这个拿进来 做一个判断 哪些是重点 还是非重点的一个基据吧 这个因此里面有变化的 虽然说这个不是完整的 但是已经八九不离十 我们这个已经比较全面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本章的一共三节 在第一节当中 是吧 外部环境分析 是吧 外部环境分析当中 你看 我们这个宏观环境分析 是吧 考过一次单选一次多选 减答考过三次 综合考过一次 看到没有 这个减答综合考的多位啊 那你必须要重视啊 说明什么 说明这里面的相关事实 你得背得出来啊 是不是 你得写得出来 要会判断 比如说宏观环境分析 PST 什么是P 什么是E 什么是S 什么是T 对不对 好了 这个你必须要很清楚 然后呢 产品生命周期 好 这个呢 我们说了 简单来考的倒是 比宏观环境还少一点 它更多是客观题 你看到没有 单选考了七次 多选考了一次 对不对 多选考了一次 好 但是你要注意咯 产品生命周期呢 这是针对本知识点的考核 它还在什么 它还在后面的相关 它对我们后面的一些 相关知识点 相关知识 就要产生影响 那就要产生影响 包括在我们后面讲到 什么财务战略 比如我们在第三章 要讲的财务战略 它也会涉及到 生命周期的一个分析运用 然后呢 五种竞争力呢 好 大家注意了 这个五种竞争力是什么 你看 如果考的评测来看 考了多少 最近我们这个统计的是 最近九年 最近九年 是吧 最近九年你发现 单选九个 多选五个 是吧 综合考到三次 你想想 综合题是不是 大家很头疼的 是吧 而这里面就频繁的 考到五种竞争力 而且单选多选都很多 说这个呢 一定是什么 非常非常重要了 是不是 这里我就不再给大家标新了 你们根据我的数据 你自己都能进行一些判断 然后呢 那么这个成功关键因素呢 考过两次单选 两次多选 新生对手分析呢 考过四次单选 那会发现 这就在我们外部环境分析当中 相对来说是比较次要 为什么 因为 它一般不怎么涉及 简答和综合题 只要不涉及简答综合题 我们只要理解 对不对 那一般就能够进行 这个判断 然后呢 战略内的 产业内的战略群组 对不对 战略群组 好了 那么这个战略群组分析呢 大家发现 是吧 这个也喜欢考什么 你看 兼答考过三次 综合考过一次 对不对 这一点跟宏观环境分析 有相同之处 单选多选 各两次 这样一对比发现 产业内的战略群组分析 比我们宏观环境分析 还重要性 还稍微的更重要一点 是吧 对不对 好了 所以说 只要涉及到简答 综合的 这都是我们要注意的 好了 然后呢 这是第一节的这样一些 核心考点 那么第二节呢 是内部环境分析 那么内部环境分析 大家发现 一个 资源能力分析 单选多选 是吧 五次四次 好 尖达 四次考到 企业能力分析 一般不怎么考单多选 但是尖达 综合 都有考到 是不是 企业核心能力分析 是吧 核心能力分析 这个很重要了 单选 考过五次 多选考过四次 那么 尖达 综合 都有考到 是不是 包括 这个产业资源 配置分析框架 就什么 钻石模型 那是什么 单选 多选 尖达 然后价值链的两类活动 单选多选 考的不少 尖达 综合 各考一次 好了 价值链分析 是吧 这都是关于价值链分析的问题 资源能力价值链分析 是吧 那么考到什么 尖达 综合都考到 也就是说 如果把这个价值链分析 当成一个知识点的话 那他的考的就多了 是吧 你看尖达 那加起来 四次 综合 加起来两次 单选多选 也都不少 是不是 好了 然后这个波斯林矩阵呢 以客观体为主 主观体呢 相对考的少 相对考的少 然后但是 也涉及到综合体 我们说 只要涉及到综合体 这就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只要曾经考过主观体 那以后 随时都可能出现再考 好了 然后在最近九年呢 我们这个SW的分析 是吧 单选多选 那考的不少 是不是 所以客观体的重要是十点 但是 教授考到主观 但是我告诉大家 这个在什么 在多年前 我告诉你 在多年前 也考过主观体的 印象当中 好像是11年吗 还是12年 那么这是考过这个 主观体的 而且是在中国体里面出现的 好了 所以说我们第二章 作为我们整个教材 第二重要的章节 那个第二章 跟我们后面讲的第六章 是吧 第六章 他们的这个 通常考分相差不会太大 所以同属于 第二个等级 好了 第三个等级呢 就是我们后面要讲的第三章 好 大家结合我们这里在以前 考试的频次 我们说了 这个123 不是分值 是出现的 这个频率 因为这个分值 我们多选 是吧 像这个简达中和 不太好统计 因为他的这个怎么去 在考试当中 怎么去 进行那个分值分布的 我们这个官方呢 也不发布这样的信息 好吧 这是大家根据我们提供的这些重点 再结合到前面的这个什么 结合到前面讲的这个 心级是吧 标注 前面的心级标注什么 一心两心三心 那么进行有针对性的 重点的复习 好了 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章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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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